真的是很奇怪 我们看三方在结盟的过程中 好像真的有很多事情瞧不攏 因为本来不是说 8月18号礼拜天的时候 有一个桃园宗教祈福活动 那三个人可能会在那边同框 会有见面 但是你看 郭振英的刘若彤 他就说郭台铭去的几率不高 一切顺其自然 后面还补充三个字叫做不强求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预议委员 我想8月18号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见面的话 大概也因为有人事先放话 然后把这件事情事先曝露出来 然后把它叫做桃园三结议 然后看起来这个好像非常的聪动 对于如果不希望这件事情曝光的人 以及说他不希望被炒作的人来说 所以现在是郭台铭生气了是不是 我看起来有这样的意味 因为8月18号这一天 正好是香港大概抗争最严重 因为香港要号召300万人 要上街头要抗议 所以那一天大概很多新闻的聚焦 大概是在香港 而且如果那一天 中国也说解放军都已经 已经有可能在外面都已经待命了 那你能想象你那一天的新闻 一方面是爆的香港在抗议的一个新闻 然后一方面在爆的叫做桃园三结议 然后这三个人 然后这三个人现在被台湾人最诟病的 就是说他们的中国关系跟中国关系是简不断里还乱的 而且感觉是很深厚的 所以我觉得郭台铭基本上在这一点 他的思考是比较细腻的 反而是这个时候最想促成和解的人 他越会在外面放话 越想促成他们这个结盟 桃园三结议的人 可是这个越放话的结果 我想他可能会无形中去得罪了某些人 尤其说我看他今天在节目中 甚至讲出来的说 他认为王金平是老狐狸 没有老字啦 狐狸 是狐狸 好狐狸 那如果一个是老虎就老了 我猜就好 他现在改口了 说王金平是台湾近代史的活字典 因为要知道被人家骂 所以就要变成活字典 可是他要用动物才能够做解释 他已经讲了一个狐狸了 那如果你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桃园三结议 他们叫做桃园三结议 以前是童年童月没有一起生 可是也要童年童月死的 结果你这样又把你要结议的对象叫做狐狸 那你这样的话 你有去充分尊重 未来要跟你结盟的每一个人吗 其实还有一个点可以来看 就是说你讲说王金平是狐狸 他会开心吗 当然不会嘛 那这里面他自爆说 郭台铭跟我谈 他希望我当副总统兼隔魁 那他就给他说不用不用 那这个不就是说 有一些是秘密的东西 但是柯文哲他都可以公开对外 然后副总统兼隔魁他也是违宪的 他在宪法上是没办法这样运作的 但其实对柯文哲来说 现在对重要的事情是博生 那尤其是在郭柯王这样的一个联盟的声量 他一定要先勃起来 那他的意义是在于什么呢 这样的声量勃起来之后 其实就是要从国民党跟蓝英的支持者里面 把票把它挖出来 那挖出来之后呢 当然会有什么呢 对于国民党来说 一方面有了一个换鱼的压力 二方面呢 他让这个郭柯王结盟的支持者可以变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做声量这件事很重要 尤其是柯文哲的压力之大 是大在这几天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韩国瑜的新闻呢 在上个礼拜之前 看到的是郭柯王的新闻最大 但是到了这几天呢 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韩国瑜的 有没有打麻将 有没有喝酒 有没有泡女人 这个新闻的声量变最大 变最大了之后呢 对他来说 这时候压力很大嘛 因为本来他要负责要把声量拉起来的啊 所以你会发现 柯文哲现在所丢出来的 郭有找他来当副总统 然后王也有找他当副总统 结果这个时候呢 你就发现这声量一丢出来之后呢 马上就有新闻了嘛 那下一步变成是什么呢 你今天看到有人不高兴 谁不高兴呢 王金平前院长他的幕僚 就直接说 第一个你怎么说我们是狐狸 第二个他说 王院长根本没有找你当副手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告诉你说 柯文哲为什么会讲这个话 原因在这个地方